大家好,我是吃喝玩乐法乐迷旅游博主汉克醉司 春天是追花的好时节 今天要带大家去探索全台最行的花旗木赏花地点 一次收藏全台目前最行最热门的花旗木赏花景点 请准备好你的相机还有课笔记站牌 记录下每一刻的美丽瞬间,在这美丽的季节 让我们一起穿梭在粉红色的海洋中吧 花旗木,又生平地樱花,桃红镇雨树 是台湾最受欢迎的赏花植物之一 花旗木的花漆比樱花更长 开花期一般在3月至5月之间初开时呈淡粉色 振放后转为粉红或桃红色 花的比樱花还要更大更厚实 像粉红爆炸一般浪漫破表 花旗木的花型坚固,不怕风雨,而且长势良好 三年左右就能开花,容易照顾 因其美丽风铃的花朵色道广泛喜爱 每年在各地盛开之际,吸引无数花迷前来探访拍照 留下许多美丽的倩影与回忆 不过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 近年来有些地方的花旗木提早或延后开花 所以要追花的朋友们要注意观察花矿 才不会错过这场粉红色的梦幻盛宴 原产于泰国,越南,缅甸,印度一带的花旗木 台湾全岛各地都有灵芯栽植花旗木 有些地方因为地形,土壤,气候等因素 造就了特别壮观的花旗木景观 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拍照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时尚最选最夯的花旗木赏花地点 让你不用再四处选招 一次收藏台湾最美的平地樱花 在这里我将将精选几个最近比较具有特色的景点做介绍 首先,我们要前往的是位于嘉义县竹齐乡 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的路口之一的出口游客中心 这里除了有阿里山森林铁路的出口火车站外 还有一片浪漫的花旗木花海 从阿里山公路经过,远远就渴望见花海 花旗木又有泰国樱花之葱 整条字条开满粉嫩花朵 甚至有字条快垂落至地面 让整条步道充斥着春天浪漫色彩 每年春天都会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拍照留念 接下来,位于一台南是西港区金山里花旗木步道 这里的花旗木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欣赏 这个花旗木赏花景点,隐身在这堂场旁 有一条约500公尺长的粉色步道 两侧种植了上百颗花旗木 形成一片粉红色的花海 这里不仅适合拍照 也适合散步或骑自行车 感受春天的气息 继续南下 我们将前往狮子头随身一站 这里是高雄美农区的一个休闲农场 位于狮子头山下 有一段约300公尺长的花旗木步道 每年3月到4月时 就会变成粉色花海,非常浪漫 农场内还有其他活动 如柴果、钓鱼、喂鸭等 也可以在此入营或住宿 此外,盐老龙溪谷通往六规 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台27 28线沿线也有许多美丽的花旗木盛开中 接着,由其在美容方向 沿途28号省道往前走 过新发大桥后 马上可见天台山指标 左转后不久即可见威儿的巨大路口排楼 占得约310余甲的神威天台山全名为一贯道 宝光剑的神威天台山 是目前一贯道全国最大的道场 位于群山环绕的高雄县六规乡新鸟村 附近成轮叠脆,景色迷人 目前是花旗木的开花期 水池边的花旗木开得很漂亮 大店庄严宁静的氛围非常适合全家旅游 最后,我们来到潮州河滨公园 这里是屏东县潮州镇的一个清水公园 沿著名字稀谈种植了一整排花旗木 每到春天就开满粉红色的花朵 与白色的拱桥同框 有日本嗓音的感觉 公园内还有其他设施 如单车道、游乐场、凉亭等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玩 其他还有许多热门的散花地点 我会按照地名 在每个地点附上了谷歌地图的地址 电话、开放时间、门票资讯、停车资讯等讯息 放在底下的留言区 方便大家规划行程 让你轻松吹花不迷路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影片 如果觉得有用 请记得按赞、收藏和分享哦